日本正在增加其在该国南部岛屿上的军事存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 日本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上的两个岛屿部署了军事设施 据阿达陀利亚新闻社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阎武毅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称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地时间3月26日 在罗尔岛县的阎美大岛 以及冲神县的宫古岛设置了新的军事基地 此举旨在加强日本西南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 针对的正是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俄罗斯必须离开维尼拉 特朗普一再强调 为考虑所有选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里亚扎哈罗瓦表示 在劝告俄罗斯离开维尼拉领土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当先履行从叙利亚撤军的承诺 美国防部一架直升机在克兹勒欧尔达州坠期并完全焚毁 消息称 记上共有13人 哈萨克斯坦总统多卡耶夫表示 一架米巴军用直升机在该国克兹勒欧尔达州坠毁 记上人员全部遇难 在尼日里亚致命的阿萨拉萨虐疾流行病死亡人数已增加到114人 尼日里亚即便控制中心报告说 自1月爆发以来已有114人死亡 声明称该国21个省公发现8万个病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